好上节课我们讲了发布组件 这节课呢我们随机插入一下 讲一下关于编程方面的数学块里面的随机 随机数 先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通过随机数来在画布里面随机发源 随机那么就是x座表和y座表都要随机 半径也要随机 x座表 它应该是在发布的宽度之间随机变化 在零和宽度发布的宽度之间 那么y座表就应该是发布的高度了 半径呢我们也让它随机一下 随机数在为了看得稍微清楚点在4到22之间吧 或者s之间吧 啊按钓2点击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点击按钓2 看到没有 已经随机在点了 不停的按随机再点了 发现没有 它颜色没有随机变化哦 大小和位置都是随机变化的 我们改变一下代码 设置不同的发笔的颜色 我们首先把颜色 这个块拉出来 那么这三 这个列表的三个元素 应该随机 我们先设置发布的 发笔颜色 那么这三个 只要随机 它随机 范围应该是在0到255之间 所有的都是一样 0到255之间 那么这个颜色就随机变化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颜色的效果如何 我们清楚发布 然后再点 点按键2 不停的点击 然后你发现了 颜色是随机的 大小是随机的 位置也是随机的 那么大家看了一下 通过随机数 确实能够 让这个出现的方面不一样 这对于游戏是很有用的 如果敌人是随机 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那就增加了偶然性 增加了突发性 所以这个随机数呢 大家要好好掌握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是随机整数 它可以选取这个范围 0到255之间 那么它就会随机选取包括0 包括255之间的所有的整数 进行随机选取一个 其实还有随机小数 我们等一下讲解 我们现在可以再讲解一下 那发布随机发现也可以 都是随机的 随机发现 那么X和Y坐标都是一样的 Y坐标是发布的高度 X坐标是发布的宽度 都是随机变化的 Y坐标是发布的高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 演示的效果 清除发布 然后不停的点按钮 你看到没有 是随机发起的 像我现在是不停点击按钮 其实大家可以用循环语句 让它不停的循环 进行划线 好了 关于这个发布 通过随机整数 这个代码块 进行随机的画源 或者画线 已经演示完了 我们现在讲解一下 数学里面的随机 随机小数 随机小数呢 其实它会随机产生 0到1之间的一个随机数 我给你稍微演示一下 大家聊一下 大概情况就可以了 那么 那么在标签里显示这个随机小数 它是随机显示 出现0到1之间的 大家看一下 看标签 你看 我不停的按 它就不停的变化 它是在0和1之间的随机小数 好 这个就比较简单 还有 跟随机数有关的 还有一个功能块 叫做 随机总值数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随机整数 以及随机小数 你不停的 比如说按按钮2 它就不停的变化 有一些情况呢 我们只需要它变化一次 就可以了 如果你设定了一个总值数 这个总值数 你可以认识一个数 反正设定了不同的总值数呢 那么这个随机小数 只随机变化一次 我们现在看一下 点按钮1 它变化了 现在是0.7332 7332 我再点击按按钮2 它就不会变化了 也就是由于设计 设置了随机总值数 那么随机小数 虽然也是随机了一次 但是只随机一次 它不会再变化了 我们可以 把那个随机整数 也测试一下 0到100之间 它只随机一次 大家看一下 点击 好 随机数出现的是3 那么再选 它永远是3 因为总值数设定了 它们这个随机数 只出现一次 那么就固定了这个随机数 随机总值数 就起这个作用的 刚才讲解的是 数字块里面的随机 随机整数 随机小数 都是数字随机 如果大家想文本随机怎么办呢 其实也有办法的 上几节课 上几节课我们曾经说过 它会通过列表的方式 你把不同的人名 全部输入到列表 同一个列表中去 那么 只要选中这个块 列表中的那一项 那么它就会随机选取 列表中的某一项 就等于随机抽取了 一个人 一个人的人名 只要是 它是在这个列表中的一项 它就会随机抽取一项 这也相当于一个随机数 如果大家把这 上次讲的课都弯了 我会现在再演示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当然要建立一个列表 我们建立一个列表 通过变量 建立一个列表 我们随便 输入几个人名吧 张三李四王五 把这些人名输进去 好了 人名已经输进去了 列表改一下名字 叫学生姓名 那么这个列表叫学生姓名 我们把这个列表 放在这个功能块里面 列表中的任一项 它就也是相当于随机数 这个随机种子没用了 那么我们点击按钮 它就会出现不同的人名 相当于随机选取 我们来演示一下 点击按钮 看张三第一次 第二次造七 第三次李四 第五次王五 第六次战三 然后一次 不停的 有不同的人名出来 这就是随机选取列表中的某一项 这就是另外一种随机了 刚才讲的随机数 又讲了列表的随机 我们想一想 还有别的办法随机吗 其实我们只要举一方商 凡是能够转化为列表的 就可以通过列表 这种内向来进行随机选取 比如说文本 就可以通过 用空改分解 形成一个列表 也可以用分个符对文本进行分解 我们先用空改来分解一下吧 分解一个字符串 就可以把字符串 转化为一个列表 比如说我们要选取一个帮 去打篮球 现在每个帮都是空改分解的 空改分开的 所以我们用空改进行分解 就会转临时转化为一个列表 就不用再用定义一个变量了 直接去把它分解成为列表 然后用列表中的另一项 进行随机选取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按钓来看一下 第一次随机的是9帮 再点击随机的是4帮 再选取是12帮 每次都进行随机了 这种方式 如果是 如果它的列表 它的那个分个符是多号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另外 国等块就是 在空改分开 在哪去了 文本 点击文本 用分个符对文本进行分解 不是用空改分解 还是用分个符了 比如说我们选 是用 都号 把这个 文本进行分解的 我们可以 用这个功能块 这个功能块呢 功能就强大一些 它它任何一个 支付串 任何一个分个符都会用这种 刚才用空改进行分解 只能用空改进行分解为列表 这个也是可以随机选取了 看9帮 428 9帮 5帮 4帮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把一个字符串 用它的分个符 变成列表 然后进行随机选取 这也是随机数的 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吧 其实逻辑值 它也可以随机 逻辑值就是一个真一个假 它也可以随机 随机数也没有用呢 如果随机为真的话 那么比如说 这个球形精灵 代表一个敌人 它可能显示出来 那里好设计 也可能还隐藏起来随机 那就是为假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列表 列表的两个元素 就一个真一个假 列表名称我就不改了 那么通过列表 这个列表来进行随局选取 一个真一个假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按钮测试一下 第一次为真 第二次为假 第三次为假 第四次为真 说明它随机选取没有问题 这个代码没有问题 通过这种方式 让真一假也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 那这个球形精灵 假设它 假设球形精灵是一个 呃 显示 允许显示 假设球形精灵是敌人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随机 呃 变化这个列表 随机选取列表中的一个元素 选取真一假 让球形精灵 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通过控制中的 啊 分支选取 假如 怎么样就怎么样 啊 我们改动一下代码 这里 分支 有两种可能性 加一个 然后用 什么时候允许为真 什么时候允许为假 我们稍微加改动 单 看一下 通过这个 分支结构 单 那列表随机 群起的时候 如果是真的话 那么那球形精灵 允许显示为真 否则就为假 我们通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实现 实现 点击按钮 看球形精灵 红色的球形精灵 啊 消失了 又显现了 又显现 显现 好消失 看这是完全随机的 还是没出来 再按一下 那人没显现 显示出来 好显示出来了 所以通过这种 啊 控制逻辑值真假的随机数 来 然后让 球形精灵 或者按敌人 游戏中的敌人 呃 是显示还是不显示 啊 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随机 人控 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学了怎么用数学的随机 整数 以及随机小数进行随机 以及学会用列表中的啊 列表中的另一项 另一项来选取列表中的另一 一个元素进行随机 同同时呃 演示一下文本中的 用空格分解或者用分格符分解 分解完了以后呢 形成一个列表 然后再用列表中的另一项来随机 选取啊 也是随机随机一种随机的表示方式 其实别的方式还会再进行啊 稍加变通一下 也能够达到随机选取的目的 大家学会啊 永会贯同局缓商啊 其他的办法我就不讲解了 大家学会自己多操作多实践 这里可以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再见 请问你 rod呢 啊 问你 21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